什么紫薇命格的人 他的命盘到你们面前 你看 长生不老 长寿的命格 其实你看 以前都说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对不对 所以命盘拿出来 很多人第一句话就问说 我哪一天会死 可是 其实如果我们从命宫的角度看 每一张命盘 现在上榜这三个 当然就是所谓的三大老妖精格局 而且长寿 但是是健康的 不是拖到老 但是它有一些但书 你说所谓的健康 是不是还是有同样的命盘 会有短命而死 它一定有些但书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命宫有天同星 天同这颗星 其实我们讲很多次了 它称为福星 有福气的福 对不对 没有吗 有 吃养生健康反果然有差 就是 你看我们这就一颗福星了 真的 但是天同这颗福星 其实它代表人物 我也说过很多次 就是庄子 庄子认为 人会短命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太过成功 因为成功会带来压力 位置越高 是不是压力越大 全身的病痛都来了 所以庄子认为 活得最舒服的 就像乌龟一样 活在烂泥巴里面 他说 你就追求成功只会让自己难受 短命嘛 因此庄子的这样的 你看逍遥游的这种想法 所以我们看到 明天我要开始拜庄子 我喜欢他的理论 还不错 我以为明天要开始摆烂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乌龟可以活长寿嘛 是不是 以前到家所谓的归席大法 你去把你的呼吸减慢 越来越慢 可是你看 你如果去上班 每天都要赶入几节 因为你怎么样 有可能归席大法 很难嘛 所以天同这一颗星 跟养生 所以难怪 难怪是你 对不对 就很有关联 那当然他会长寿嘛 可是相对天同也是 如果压力太大 是不是他的问题 就会出现了 好 那么第二颗星呢 他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了 我知道篤灵一直想要对这一颗 我有 我有 你们两个都对重了 天府 天府啊 跟天同都叫福星 可是他们的福是不一样的 天府的观念跟天同不同在于 他认为人还是要工作 因为什么 人会有成就感嘛 成就感才工作而来嘛 所以说他重要的不是不工作 而是什么 我如何释放压力 而不是逃避压力 所以天府会被称为福星 也在这里 所以你看你们两个就老妖怪 你看这里就已经有三个了 老师那你这几颗星能说 他们大概都几岁吗 其实我还是要跟各位讲 古人认为的长寿啊 各位知道 汉朝的时候的平均寿命是多少 多少 28岁 28岁 他们医学也不发达 当然啊 到了唐朝 汉朝和唐朝已经过了 一千多年了 唐朝的平均寿命 三十岁 才多两岁 到了清朝也才四十二岁而已 清朝它分两段 一段是在关外还没进关的时候 关外你要骑马 永无民主嘛 对对对 在关外的时候 如果第一个皇帝 如果要是跟皇太极 两个皇帝 生了二十二个公主 你的 平均年龄 六十五岁 平均 因为骑马 动 有运动 进关以后从孙治皇帝进关 一直到贤凤皇帝 因为贤凤以后同志光绪没生 七个皇帝生了六十个公主 生了六十个公主 平均年龄二十四点一 进来以后在宫里院不动 吃好的喝 吃香喝奶的 反而找死 差很多 真的 所以我们这些在乡下 有在做事的阿公阿嬷 对 比较常秘一样的 没错 而且其实这就是刚刚才说的 你看从寿命的概念出发 现代人真是太好命了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生技公司 都在想办法研发 长生不老药 从秦始皇到现在 现在真的快要发展出来了 因为已经找到细胞老化的方式了 延缓老化人就会 以后都说会活到一百五啊 好恐怖 退休金不够啊 对不对 是不是要当老妖怪 就是要这样子 留到一百五 那我从六十岁退休 我要去公园跳舞 跳舞要跳到一百五 那我们现在就只是婴儿了 好棒 每天都要跳 还要跳只十年 没错 所以我们要切记 这三个我们刚刚讲 叫长寿的命格 从古寿的概念出发 跟现代不一样了 现在你今天活得老了 你不去重训 你不去健身 你可能还是不好嘛 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刚刚讲 他们是平均寿命是比较高的 是 第一个就叫天良心 天良 是的 天良这颗心就称为寿星 它本来就福 祿 寿 你看我们不是最喜欢这三个吗 刚讲两颗福 心 是 这一颗就叫寿 心 天良这个人面寿 心啊 这里没有嘛 就是老子就是代表 李尔啊 你看这个老子啊 写道德经对不对 对 我们讲他是道家的 开山祖师啊 他讲的就是清静无为 这是不是都是养生的秘诀 所以老子跟庄子 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 清静无为就是让我们都去 住在山上的 政治政论节目都不要看 对啊 然后每天 跟太阳啊 没错 慢慢的 所以为什么道家这些人 都要隐居在深山里面 都说户口调查 都还找不到人这样 对 这就以前老子的说法 他说小国寡民 鸡犬相闻 鸡犬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都不要往来 大家就各自过得开开心心的 为什么 一往来就会吵架嘛 一往来就会打仗嘛 所以叫独善其生 是生气 没错 所以道家 我们要学它是养生的方法 道家人真的 这方面就很厉害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三个 就是所谓的福跟寿 真的 要长寿就不要看政论节目 气都气 就是要来看我们啊 对不对 每天看到你就开心了 这不怎么办啊